你民进党为了盛选 可以不惜变很多的花样 但是就花样当中 还是蔡英文的 见识是胜过了赖清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赖清德推出了所谓民主联盟 这个民主联盟基本上 很多民进党的人认为是连续着 蔡英文在2012他参选 或者2016参选 或者2020参选进步联盟的架构 这个当然从外界看 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理解民进党派系 如果理解民进党派系 是蔡英文 愿意释放出一些东西 给其他不同的党派 那这些不同的党派呢 因为他们如果单独参选 是没有办法胜选 但是蔡英文是保留了提名权 而提名他们去参选 我的意思让你明白吧 就是说这些党派 还是掌握在他的手上 由他来分配席次 所以他进步联盟 各位要知道 蔡英文培植的很多侧义的人士 这种侧义人士 包含激进党 包含社民党 也包含了时代力量 所以各位去看 时代力量可以拿到三席 激进党拿到一席 你看时代力量 激进党 还有社民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蔡英文 你无疑的是得到了 得到了很多的盟友 所以蔡英文才能够搞一党独大 一党独大并不顾及在野党派的感受 这个是蔡英文成功的地方 那蔡英文当时是怎么做 各位晓不晓 第一个我先争取盟友 你要不要跟我合作 如果你不跟我合作的话 他就发动彻意围剿你 就是断了你的政治前途 这一招是非常非常的狠 那就逼得这些人 不得不对蔡英文抵头 这个是蔡英文和英读的搞法 那这种英读的搞法 就是说一方面我争取盟友 第二方面对于不听话的 我就发动彻意围剿他 反正你不为我所用 我就毁了你 避免养虎一坏 对不对 这个就是蔡英文的手法 所以蔡英文从2012 2016 2020他复制了这种方式 这也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蔡英文时代的网军 势力会那么大的原因的关键 只要你不配合我 我就发动网军搞你 包含赖清德在内 搞赖清德也是1450 从这一些你就可以理解到 蔡英文的手段是很 的确在政治人物上面少见 就是说蔡英文只要拿到权力 道德两个字 对他来讲是没有下线 这个是蔡英文他赶的地方 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进党 党内那么多的人士 很怕他的原因 过去民进党是派系共识 到了蔡英文手上变成一言堂 好 现在赖清德在搞什么 各位想不想 赖清德在搞民主联盟 他搞民主联盟就是显然 跟蔡英文的进步联盟 是完全不一样 他民主联盟就是招兵买马 并不陪执派系 好比说他在大安区 他要提名苗博洋 那简苏培跟蔡英文告了欲状 告了欲状以后 各位要知道赖清德能难自治不理 他就宁可舍弃民进党的发言人 也放弃了哈佛女孩 台湾未来的谢佩芬 他执意提名社民党的苗博洋 那苗博洋也承诺 他放弃政党票 那换句话说 你苗博洋的参选 他有民进党的基本盘 再加上他社民党的 可以跟罗志强一决高下 那除此之外 他在其他地区 他在其他地区 那林飞盘退选以后 他可能提名鸡排妹 就是换句话说 他的方式 他的方式 最佳的方式 就是培植盟友 跟蔡英文 把票分出来 给各个派系的方式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民主联盟 你表面上跟进步联盟 这个中间的关系 外形一样 但是内涵完全不一样 这个里面就是涉及到了 抗中保台路线 为什么 蔡英文在2020 从2016到2020 一直搞抗中保台路线 把台湾的情绪 搞到沸腾 搞到沸腾 他就派激进人士 帮他去打前锋 反正出了问题 蔡英文说 这个不是我的党 抗中路线 那是他们弄的 又不是我在弄 只不过他是幕后的营武者 那现在为什么 赖金德不敢搞抗中路线 因为蔡英文搞抗中路线 第一个美国的支持 好 包含从特朗普到拜登时代 是因为美中对抗 使抗中路线 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我们跟着美国手 不能一昧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因为抗中路线 所以可以提出非常激进的主张 那提出非常激进的主张 那当选是你的本事 那不当选呢 蔡英文讲 那我没讲过这些话 都是他们讲的 就是说非常的不一致 那第三个 这种抗中路线 持续下去 就由这些人去负责 帮蔡英文去赤水温 那反观民主联盟 为什么讲民主联盟 那为什么赖金德 要放弃抗中路线 因为大环境变 他知道不能走蔡英文那条路 只要走的话 他一定选不上 所以他就 话虎不成反内权 然后就搞一个民主联盟软路线 就是说你可以帮我开疆过 选上了 那是你的福气 选不上 至少你不会干扰到我的票 因为蔡英文 因为赖金德知道 现在在搞抗中路线的话 他立愿的席次大概不保 大概没有办法过半 没有办法向蔡英文过三分之二 他是没有办法过半 没有办法过半的情况之下 他争取盟友 是一席就是一席 所以两者之间的路线 坦白说 蔡英文走的抗中路线 是要拿到政权 但是赖金德走民主的路线 是希望能够得到胜权 这两者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 这也就是说 你民进党为了胜选 可以不惜变很多的花样 但是就花样当中 还是蔡英文的见识 是胜过了赖金德 我们下集他们即将会 还能够得到胜权 呢 站住